各位朋友,大家好,又到我们每星期的Weekle Market Report 时间了 今天是7月11号,2024年,我是 Boris 今天想跟大家讲一个联储局的经济学家 用来分析经济萧条前的一些警告讯号 我先跟大家讲一讲 今天公布的6月的CPI 和call CPI number 基本上这个数字相当好的 就是说原本forecast call CPI去0.2 变化就跌了0.1 这个CPI month to month 和year to year 都是比预期少了0.1%左右 Jogner's claim也都不错 就是说申请失业金的人 比预期是少的 为什么市场跌这么多呢 特别是NASDA跌超过2% 大家知道已经很久日子 NASDA没跌过超过2%的情形 但是其实今天的市场是相当好的 因为NASDA虽然跌 但是整体大盘 日本的大市是大升的 可以这么说 现在市场和经济 基本上都是脱节的了 所以市场和经济 不代表两个在一起 所以我们要讲经济的话 我就留意一下这个Sham Wu 其实他是Claudia Sharms 是一个联储局的经济学家 他就很准确地用这个方法 就在1929年至到现在 用他这个方法 都预测到美国经济衰退 最主要是怎么样呢 就是说 在unemployment rate 失业率最低的位置 开始计算 如果他三个月的rolling period 失业率开始上升超过0.5%的话 就是说经济萧条就会开始了 如果我们用他这个方法去计算 就是说 如果在7月公布的失业率 在4.2%以上的话 就是confirm了说 经济已经走入萧条 最近他电视访问他 就问他 是不是真的会进入萧条 他都不敢回答 虽然他用这个模式 从1929年到现在 都是准确预测到 这个经济萧条 但是大家想起 无论在这一次的经济萧条里面 那个yield curve yield curve倒挂已经是24个月了 是有史以来 是最长的倒挂 另外就是两个季的GDP 是negative growth 就是负增长 也都出现了 这些都预测不到 经济萧条 那为什么会这样 大家其实看我节目都明白 这个是一个操纵的市场 操纵的市场 可以是完全跟经济股市 两样东西是完全脱欧的 现在我们就是这样的市场里面 这个就是最近我们留意到 unemployment rate的影响 就是说full time job 就是这条紫色的线 是roll over 是开始转弯向下去的 而part time job 就是一路向上去 就是说很大机会 你在七月会听到 unemployment rate 是会升超过4.2% 另外就是说 CME的Fatwatch 2 最近出现了很大的改变 原本就是说今年可能 只是会减息一次而已 就是说在九月减息一次 其他月份都没什么机会会减息 但是自从最近这些数据出来之后 这个CMEFatwatch 2 就预计联储局 可能会在九月有84%的机会减息 减息四分之一 接着在11月都有一半的机会 是再减息四分之一 但是你看一下 在现在这个CMEFatwatch 2 已经开始预计 就是在2025年 在1月、3月、4月和7月 都连续要减息的 那代表什么呢 代表就是说经济衰退 代表说经济萧条已经来到 那么联储局开始要进入一个 快速的减息期出现 这个就是Citibank最近 Forecast这个利率 和CMEFatwatch 2是很接近的 就是说它预测在九月开始减息 一直要减息到是2025年的7月30号 OK 就是说市场改变了 就是说原本联储局一路说 那个higher for longer 现在开始呢 联储局不敢这样说的了 就会开始是要进入减息期的 那我们看看道指啦 今天的市场是相当之精彩的 你如果看看道指呢 它这个星期升了377点 是开始探望4万点的高位的了 但是相反呢 你见到它呢 它一直以来呢 在2023年到现在 都是underperformed这个S&P500 就是表现比S&P500差的 那它不会在这段时间开始表现好 这个S&P500呢 那我们就留意看啦 那至于S&P500呢 在今天呢 产生了一个差不多叫做 我们叫做 Sooting Star 或者Gray Yard Candle 这些这样的蜡烛的 这个呢 就是说呢 在高处的时间呢 有Seller的出现呢 这些的Seller 就将这个价钱呢 就压了下来的 那通常呢 这些都是转弯的Candle OK 但是呢 你发觉呢 虽然S&P今天呢 差不多跌了1% 跌了49点那么多 但是呢 你看到它 在这个星期呢 这个Eco Weight Index呢 是开始大升 就是说整体的市场里面呢 大部分股票开始反弹了 虽然呢 指数呢 S&P500的指数是下跌 那就是说呢 原本呢 Capital Weight的指数 由几只股票带动的指数呢 开始这几只股票呢 是不行了 而大盘的股票呢 开始反弹了 那这个是一个健康的情形 就是说呢 那些钱呢 Rotate回到一些 整体的股市市场里面 而不是集中在几只股票身上 NASAT今天跌得最小 是跌了成2.24% 是464点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 engolfing跌幅 来的 OK 这个Candle 是相当地 是相当地 bearish的 OK 如果它这样跌 你预计了可能 在未来的一段时间 NASAT都有机会继续跌的 如果我们看它的周图的话呢 我们看到这个呢 是一个 叫做 Inside Bar里面的 Grapestone candle 这个是相当地 bearish的 因为这个Candle呢 和这个Candle呢 是一模一样的 那这个呢 就是在7月的时间呢 产生了这个高位 之后 产生了两个月的调整 而这个NVIDIA 一直呢 是带着这个MDX 上去的时间呢 它现在也都是开始 有 开始减弱 就是Under Performed 这个MDX的 而且大家 有没有发现呢 这个pattern 是叫做 Wising Wedge Pattern 来的 那flow了出去 外面之后 出了去之后 跟着呢 通常呢 就会去回 这个下面 这个support位 其实 这种的pattern 甚至有机会呢 就是可以跌回到 这个 4月的时间 这个低位 都可以的 IWM呢 今天呢 是大升的 OK IWM呢 Russell 2000呢 今天呢 是升了3.59% 这个升幅呢 是可以 跟这些 这样的升幅呢 就是 在花月的时间 那些的升幅呢 是可以比较 一样 同样幅度的升幅 而且 这里是产生了 波动收窄 那么 在两个星期前 我跟大家讲 就是说 Russell 2000呢 产生这个 wedge的pattern之后呢 它准备 要么就大破上去 要么就跌下去 那现在 看来呢 就是它大幅的 向上去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其实很简单 就是市场预测 会减息 那减息呢 就是对于 small cap股呢 就是有很大的帮助 而且 small cap股一般来说 它们的债务多 当利息真的向下去的时间 它们呢 就会变成盈利 就马上会变好 那今天呢 这个就是满光红 在哪些地方呢 technology股票 Magnificent 7 Tesla跌8% NVIDIA跌5.57% 但是你看到什么呢 其他的financial health care industrial energy vill estate 甚至consumer defensive 这些办法都做得相当不错 就是说市场的钱 开始rotate回去整个市场了 所以我们看看一天呢 一个星期和一个月的表现 虽然说一个月里面 technology股是很厉害的 但是它可以是很快 全部give up 它这些的增长的 反而你看到 在一个月里面 vill estate 升了4.78% 在一个星期里面 vill estate 是大反弹 接着就是utility health care based material 这些都是代表 那个息口向下去的时间 这些板块是会做好的 甚至financial 都开始是做好的 那在一天里面 我们看到什么呢 vill estate utility industrial industrial 这些是做得最好的 反而做得最差的 就是原本的leader 就是technology communication service 这些反而是做得最差的 那你可能会说 一天不代表长期 没错 所以我们继续观察未来的发展 但是呢 在我这个video里面 有很好的indication 我们可能会见到technology的 peak位 在今年7月这个时间 那我当然有图 support给大家 这个呢 就是纽约交易所commonstock的avance decline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 今天是这样升了上去 这个星号是相当的西 也是表现了大盘的升幅了 如果你对我们的分析是有兴趣的话呢 你可以去我们的网站 参加成为我们的会友 我们今天和大家分析到这里 下星期再见 拜拜